文宅堂专注于宗旨,让文字温暖我们的心灵,所登载的作品为作者首发,必究,希望喜欢文学的朋友欣赏,分享传播,罗要撒文,时间都去哪儿,了没觉得自己长大多少,却发现父母越来越老了,童年事后最害怕父亲的严厉,最厌烦母亲的啰嗦,可是当有一天,那苛刻严厉的声音越来越小, 那曾经厌烦的啰嗦声越来越少了,才突然的发现,不是我们长大了,而是父母老了,父亲没有办法再像小时候一样,把我们的身体取过头顶,挤在她的脖子上,也没有办法将我们抛到半空再接住,母亲也没有再像小时候那样,拉着我的小手走街串巷,或许,时间并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多少变化, 或许,在他们心里,我们永远只是一个长不大,需要人照顾的孩子,可是,时间已经在他们脸上留下像年轮一样,无法抹去的皱纹,而且越来越多。 当某一天,你从外面工作归来才发现,母亲充满笑容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,她那温暖的手也已经长满了老简,当某一天,你离家出去工作时, 才发现站在门口像你挥手的父亲,背影不再那么挺拔,双臂已经搬搭,电话里,他们总是假装不经意的问道,你们什么时候放假,要注意升起,来就请假休息,而我们总是说,会的会的,过短时间有空,我就回去看你们,需要点什么跟我说,到时候给你们打, 可是那一段时间,总是被无限的延长,延长就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或许,他们假装的太认真,或许,我们回答的太敷衍,可是我们连一句,对不起,都没说过,反过来还是他们安排我们工作忙就年底再回去,累了就休息,多注意升起,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,或许他们心里也很失落, 或许那时的他们眼泪已经漫过了眼眶,可是这一切,我们都看不到,明天又明天,却总是不确定是哪一天,一年又一年,可是还有多少个一年,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永远长不大,可是不知不觉父母却老了,罗亚,贵州贵羊人,八八年出生,喜欢听歌,唱歌,弹吉他,喜欢书和文字, 喜欢诗涵有酒,如果你有故事,我愿陪你喝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